反霸凌 反關台 反霸凌 反關台 陳耀祥主委 關出來 話說總田新舞台上收三倍NCC決議 換照案不予通過 直接被判了死刑 按照規定就只能播到12月11日 之後就... 雖然忘董蔡衍明跟總田自家員工 又是上街頭抗議 又是向法院申請假處分 希望能暫停NCC的決議 但就在這屍骨未涵 欸不是不是 是情況未明的狀況下 有些系統業者已經耐不住性質了 要找其他的頻道頂上這空出來的黃金位置 據了解國內前三大系統台中 除了凱破動向未明以外 中家已向NCC提出申請 將以環宇新聞台頂上52頻道 有意思的是 另一家大風選擇美國總統川普的死滴CNN進駐 跌破許多人的嚴禁 不過這也不失為一床好奇 畢竟打著國際關大旗 以後NCC應該也沒話可說了 否則連CNN都不予換照 應該所有台灣新文台都可以收一收了 至於其他有線電視業者 NCC表示還沒有看到書面申請 不過中家大風的頻道變更案 本週應該還沒有結果 但NCC也說如果系統業者送神不及 理論上也可以先跳過52台 總之中天新舞台就是給我播到12月11號 製造到期就要收談 系統台上下架作業 不會受到中天的法律行動影響 至於先前放話 公廣集團新聞頻道可以進入中天停播後的位置 這部分需要公廣集團自行與系統業者進行商業協商